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大家好,欢迎收看背包客室 那我最常遇到的问题就是 吃过最好吃的食物是什么? 这个问题其实很难解答 因为很难定义好吃这两个字 而且每个人口味都不一样 大家觉得好吃的 可是我不一定觉得好吃 有时候我觉得好吃 大家不一定觉得好吃 有时候旅游网站推荐的 也不见得是最好吃的 那我今天就不是来说最好吃的东西了 我今天就来说说 我吃过最特别的东西 今天就是这个青海的 牦牛酸奶 那牦牛主要是生长在青藏高原的动物 那这个是纯天然现炸 就马上弄成了酸奶 它的口感很浓稠很浓稠 比较像豆花的感觉 后面扭这一层黄黄呢 就是 毛牛牛奶中的脂肪 是牛油的氢气啦 吃了马上可以让你的肠胃滚动起来 那我在青海呢 还看到这个很可怕的一个东西 它是羊的头颅 里面装着的呢 是它的脑袋汁 OMY GOD 因为我很怕羊烧味 所以我不太吃羊 在西北就是青海 甘肃那带都是吃牛羊居多 很少会有猪肉啊 鸡肉啊 蔬菜啊 鱼啊 那我就跟老板说 可不可以弄一些 就是没有羊烧味的 然后老板呢 就很任性的说 好 就走去厨房弄了一下 然后他就捧着这个出来 他捧出来的时候 我整个脸都滤掉了 这东西可以吃吗 为了给老板面子 我就 硬着头皮 吸了一口羊的脑袋汁 那是我吃到最可怕的东西 那吸了一口羊的脑袋汁以后呢 老板再端出另外一款 羊肠 它是用羊的血 羊的内脏 还有一些 不知道什么东西 打成的 可以说是蛮好吃的啊 只要你不想它味道就比较像香肠一样 说到那么可怕的东西 那我在四川呢 也有看到这个 麻辣兔头 怎么可以吃兔兔 我没有吃 可是呢 接下来我在 敦煌的时候 我就有吃到这个 驴肉黄面 就是那个 我有一只肖毛绿的驴 人家都说 天上龙肉 凡间驴肉 真的那么好吃吗 其实吃起来 我还是比较喜欢鸡猪鱼 好吧 至少我吃过 人间驴肉 不要说那些恶性的食物了 继续来说这些 好吃的食物 那我最想念的呢 就是尼泊河的道巴豆汤饭 这是尼泊河人的主食 就是一般大家都会吃的 它就是一盘饭 然后上面有豆汤 然后一些香料的咖哩 然后咖哩鸡 或者一些蔬菜 其实每一家的做法都不一样 可是都很好吃 我在尼泊河爬山的时候呢 我就是 每天只要想到 接下来有道巴吃了 然后我就有动力爬了 那说到尼泊河餐厅 就是同一道菜 可是每一家的做法都不一样 我就想到了有一次 我就在一个餐厅里面 看菜单上 因为太久没吃西式的东西 然后我看到Hush Brown 就是薯饼 我就跟老板点了一份薯饼 那我必须说 这尼泊河人做菜都非常之慢 就是你还没饿的时候 你这样开始点了 等到餐点上桌的时候 刚刚好就是你饿的时候 那他们做菜都是现桌的 快的话可能半小时 慢的话我试过等了一个多小时 那时候只有我一个客人 那话说回来这Hush Brown 我就是等了非常之久 然后我终于好了 一个小妹妹很开心的补上来 就是它上面有一颗蛋 然后下面那层呢 是一整颗的马铃薯 然后把它压饼 就变成了Hush Brown 薯饼 所以在尼泊河点餐的时候呢 处处都会有精细 那我还是有吃到一些 比较好玩的东西 像我在西安就跟北高克 我一起吃了这个羊肉泡膜 其实我是吃牛肉啦 就是你去到老板会给你两个膜 就是长这样 然后你要自己掰开它 其实正确的吃法是 掰得越小颗越好 就是我看隔壁大叔都掰得很小很小 比米厉害小颗 可是我们掰出来就变成这样 就是没太心就随便掰一掰 掰完过后呢 就要拿去给老板泡 那泡完出来呢 就变成这样 配着旁边那个就是甜蒜 其实蛮好吃的 那也就是在澎湖的时候呢 我要吃到这个猪螺 它是小小一颗 然后野生的 然后吃的时候呢 你要把一根蒸都插进去 然后把那个肉拉出来 它就是一种小鳞嘴 然后是什么味道呢 就是大海的味道 海鲜的味道 反正如果你吃不起海鲜 就可以去买那个猪螺来吃 好啦 说了那么多吃的东西 今天影片就到这里咯 我要去吃东西了 拜拜